十二床三号打电话 一天也就看到五分钟 你都很想抱他 那种管色很痛苦的 看得下还躺在那个床上 就是很希望躺在那个床上的人是我 对啊 之前他在家里很喜欢 我的家里到那些玩具啊 车啊 是玩过不停的 打了疫苗以后 他完全整个人就变了 广东梅州的张先生 今年三月 带着当时两岁多的儿子 先后接种武汉生物 百百破疫苗 和长吞长生的流感疫苗 谁知不但预防不了疾病 三天后 儿子更越来越不对劲 他就变得精神不好 然后胃口也不好 但他就逛街 一出去就要抱抱 他就不肯走路 但是到了4月20号的时候 他这个整个眼皮啊 就掉下来了 医生说 儿子因为免疫系统失调 导致重症肌无力 到7月更说不了话 吃不了东西 呼吸 呼吸 呼吸困难 呼吸不了了 然后我们就送了 送了当地的那个 黄塘医院 然后一进去没多久 医生就说抢救了 到第二天又抢救了一次 然后就上了呼吸管 因为他那个时候 没有呼吸功能的 儿子现在留院家户病房 呼吸 禁食 都靠插管 如果我想出现什么状况的话 或者要做什么检查的话 一生他会随时零事 总是你电话 还是4小时要开的 所以我们几乎也是 早上8点钟起床 然后就去医院那里等着 自己感觉自己 都有点医症 所以电话 就是希望他不要来电话 家族五代没有病史 但儿子一打完针 就出问题 张先生在医院发现 自己不是唯一 有这样经历的家长 第一个反应我就说 我儿子打的又是长生长生的 我更加怀疑 我小孩子这个病 是疫苗引起的 再说你造假期间 不可能就这一批 两批造假 但是问儿子的医生 是否疫苗造成 只是得到这样的答案 他的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但是他的诊断结果 就是说这个病 跟我儿子这个病 跟疫苗无关了 而且这个诊断报告书 我怀疑他就是造假 这个诊断书 为什么没有专家 专家的签名 人家的诊断书是有签名的 医生 医院 相关部门 做事不理 张先生要的 其实只是一个腰带 不理不问不管 他完全就是在逃避 这个现实 逃避这些责任 我现在要的不是说 说你政府 要承担我儿子的医药费 什么东西 现在最起码的 你现在要给我儿子一个 公平公罪 公开的一个诊断 一直上访到中央 这个东西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高东西综合外电报导